第一时间今日关注 车流高峰 五一小长假交通情况如何 高速部门公布最新数据 好久不见 史阳森林动物园重新开园 小动物们心情不错 今天放假嘛 然后也主要是带孩子娱乐一下 孩子也没看见过 眨眨见识 哭笑不得 熊孩子钻边中头被卡 消防叔叔破拆救援 嘎嘣一声 大妈做按摩被踩断三根肋骨 老板表示爱莫能助 自作聪明 外籍男子签证余期 擅自图改时间被遣送出境 如果实在因为要在中国多停留 那要去当地的出境管理部门申请新的中国签证 非法收购 六千块买两只珍稀鹦鹉 鹦鹉民触犯法律 被取保候审 这两种鹦鹉分别属于 并为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妇禄一和妇禄二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 我是包雷 各位好 我是行进 昨天五一假期正式拉开了序幕 很多市民都选择走出家门 我省公路铁路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应对公众出行高峰 假期首日 天气情好 公路自驾出行车辆明显增多 使杨大连等城市主出入口收费站 很早就迎来车流高峰 我在日常通行流量为8万台式左右 从今天零点免费开始至8点 我在流量已达3万台式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 尤其在7点 小时流量达到了7000台式 出现了第一个出行高峰 五一假期里 公路出行一般以短途旅游 返乡探亲为主 辅顺本溪等地热门景区周边路段车流量大幅增长 辅顺东站 丹东北站等地车流量是日常的三倍左右 由于车流量集中及交通事故影响 京哈 丹复 沈吉 神海等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车辆缓行状况 本溪 安山大连等地部分收费站采取了临时封闭 车辆现行等管制措施 5月1号至5月4号 所有的微化品车辆禁止通行高速公路 包括持有微化运输正的车辆也是禁止通行的 确保高速平安畅通 据高速部门测算 2号 3号的7点至10点 4号14点到19点还将迎来车流高峰 提醒大家随时关注路况信息 提前规划好路线 错峰出行 五一假期首日 沈阳局集团公司管内各大车站也迎来客流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110万人次 同比增加9.7% 我们5月1日的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上午 主要方向是以省外的北京方向 包括上海方向 以及省内的大连 丹东 包括辽西 辅新和朝阳等方向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使杨局集团公司在五一期间 对京哈高铁乘审段 新通高铁 审单客专 单大快速铁路 长白屋快速铁路及常规成绩集灰段六条线路 共计26趟列车 实施票无优惠 昨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 很多人这一大早就收拾好了行装 哼着小曲 唱着歌 高高兴兴地开着车 开开心兴地出了城 可是刚上高速傻眼了 怎么那么堵车呀 其实堵的不是您自己 从昨天早上开始呢 吐槽路况的朋友圈是一条接着一条 有一位沈阳市民就表示说十点出门 中间为了躲避暴堵路段 上下高速三次 下午3点20分 终于艰难地开进了丹东 于是呢 对于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来说 这小长假第一天上午堵车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9点到12点 沈海高速发生了多起事故 堵车近10公里 另外一位沈阳市民王先生是5月1号上午9点半左右 经过沈阳绕城高速公路行驶上海 沈海高速的 目的地呢 是海城 平时开车也就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没想到昨天就开了近4个小时 其实啊 早在4月30号下班的时候 各地的高速就已经开始上演高速过夜的盛况了 从杭州出发去南京的刘先生吐槽说 真恨自己没穿纸尿裤啊 100多公里 开了5个多小时 提前储备的粮食都快耗尽了 在此呢 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 返程整体交通压力要高于出城 所以说昨天上午出城遇到了堵车 那么记得错峰回来 这样还有机会避开返程高峰 小长假第一天高速公路比较火 同样恢复开放的沈阳森林动物园 也成为了沈城的热点 机灵可爱的鸵鸟 寒泰可居的羊鸵 高大威猛的聪雄 挑好小动物们也是兴致勃勃 在五一期间呢 我们这些有一些热带动物 已经能出来游客见面了 比如说长颈鹿 斑马 犀牛 河马之类的 今天放假嘛 然后也主要是带孩子娱乐一下 孩子也没看见过 展展见识 要说到动物园里的明星 那一定就是四只可爱的大熊猫 作为猫科动物 它们白天一般都显得懒洋洋的 但在节日第一天 几个小家伙却非常活泼 时而翻滚 时而行走 起劲卖萌 在节前为它们在外运动场栽种了 新栽种了六棵灼树 就是一是为了观赏的效果 二是为了给它们提供夏天的遮阴 再就是随着天气转短 外边的草慢慢也绿了 然后天气也比较合适 它们现在在外边比较活泼 比较好玩 我们这边的动物 都是有自己的食谱和食量的 不要自带食物投为动物 也不要就去投打动物 眼下呢 还有一群海洋动物们 也做好了迎宾的准备 这个五一假期 你愿意和它们来一场 说约就约的约会吗 老虎滩集地馆大型水秀情景剧 梦回塔西提 炫彩升级 运用追光 投影 音乐等 梦幻灵动的多媒体技术 将欧美特技演员的 高难度水上特技 与海洋动物的新奇表演完美结合 呈现出一场无比震撼的 光影视听盛宴 新版的欢乐剧场 王牌对王牌 海洋喜剧 在舞仪期间爆笑登场 人期爆表的动物大明星 与滑稽搞笑的小丑 齐聚一堂 两对王牌大腕 同台PK 滑稽都去的海巷 施展曼妙舞步 聪明伶俐的海狮 大秀水上特技 一场轻松幽默的孝星对战 绝对承包您一年的笑点 另外老虎摊网红打卡地 珊瑚馆又入住了一种 新的海洋生灵 澳洲斑点仙子水母 大蓝色的散体 带着不灵不灵的白色荧光斑点 形态十分可人 一定会让您大饱眼福 大连盛亚海洋世界 除了开展丰富多彩的 互动演绎之外 对场馆也进行了区域升级 珊瑚世界 新开放了一个小型的科普基地 珊瑚实验站 迷你版维生系统亮相 向游客展示了 海洋馆水体净化 及恒温运行的秘密 同时还设立了鲨鱼和水母的 繁育展览 直观地把海洋生物 神秘的生长过程展示出来 让游客了解更多的海洋知识 此外 珊瑚世界还引进了 可互动的体验设施 可以进入水底看珊瑚 手动摇起海底龙卷风 让海洋之旅有趣又好玩 我觉得是一种很 就是看到这种生命的一个进程 它是一个 对可以就是科普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可以给我带来很多东西 此外 圣亚极地世界的南极企鹅岛 在五一期间 重新与游客见面了 在进行了内景装饰 及设备升级后 企鹅的观赏视野更加开阔了 生活在新家的南极企鹅们 也更加的惬意舒适 五一小长假到海边走一走 一边享受着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惬意 一边走进海洋场馆 和呆萌可爱的海洋精灵 来一个临距离的接触 真是一个好选择 春暖花开的五一小长假 出游踏青 还有一个好去处 那就是我省的本溪水洞 除了大自然奉献 给我们的壮观的天然景观 还有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视觉盛宴 跟游客们来一次充满惊喜的偶遇 我现在就在本溪水洞的景区 小长假的第一天 本溪水洞就迎来了很多的游客 今天在这里 除了洞内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观 可以看以外 在洞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场舞龙 供大家观赏 我身后的这只舞龙队伍 正在向我们走来 很多游客都在旁边驻足观看 那有的人呢 还拿出手机拍照 摄影留念 甚至还有有的人呢 想跃跃欲试地参与进来 现场的气氛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40多米长的龙身 在表演者们的手中 变得生动灵活 摆龙门 蝶龙背 龙翻身 龙盘尾 新颖的民俗艺术形式 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水洞自然景观 碰撞组合 共同给游客们呈现了一次 丰富的视觉盛宴 我是从沈阳过来的 然后第一次来到这个本溪水洞 然后感觉挺有特色的 而且还第一次看见这个舞龙 孩子也是第一次看 感觉特别有特色 说实话 舞龙是头一次看着整的舞龙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着的 感觉挺吸引的 挺宏伟壮观的 本溪县简厂镇简厂村的舞龙 距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被评为本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当地广为人知 喜庆的鼓点和动作 反映了山城人代代相传 碎碎积淀的劳动文化 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前 我们就精进地为无意 精进地准备 希望你这个舞龙节目 能给旅游者带来快乐 这次在五一期间 把这条龙引入了景区 就是为了让全国各地的老百姓 充分地感受到我们辽宁本溪 飞翼项目的艺术魅力 第一时间 知言李静亮孙世涵报道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造就了水洞的神奇与瑰丽 作为游客呢 我们应该在欣赏的同时 加倍注意珍惜 昨天我们也报道了 以水天然地下画廊景区 破坏偷盗中午时事件 眼下最新消息传来了 山东省林仪市官局官方微博称 在以水天然地下画廊景区 破坏警官偷盗中午时 被关机关上网追逃的犯罪嫌疑人 张某成迫于压力 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至此 涉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全部到案 经嫌犯指认案发现场 还有多处监控没有拍摄到的破坏点 记者从景区提供的监控视频中看到 4月21号下午的2点10分左右 有一名男性游客走到景区内 比翼鸟警官前拿出了一块石头 对着石壁上的中午时景官用力敲击 并将掉落的中午时带走 两名男性游客也随之效仿 景区内还有几处景官 也遭到了三名游客的破坏 据介绍林仪以水地下画廊景区 是国家4A级景区 被誉为江北第一溶洞 比翼鸟因形似两只鸟而得名 如今其中的一只鸟的形状被完全破坏 基本无法修复了 接下来我们来浏览国内爱大事 百秒天下 惠尼书里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根据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 4月30号晚间发布的消息 斯里兰卡421爆炸袭击 共导致6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5名中国公民受伤 4月21号 斯里兰卡境内多地发生爆炸袭击 造成250余人丧生 500余人受伤 事发后 中国驻斯大使馆启动应急预案 1号从海关总署获悉 宁波海关近日查获一大批山寨维密商品 包括8万多只口红和近2万瓶香水 从外观上看 改皮口红的标志字样 图案与正片十分相似 但从细节上观察 它们的色泽质感和大牌美妆相去甚远 目前这些货物已被海关依法扣留 五一假期前两天 中东部大部将以晴好天气开场 适宜出行 3到4号南北方雨水都将增多 4号江南华南雨势明显增强 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正值假期返程 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 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江苏省教育卫健等八部门 近日就防控儿童青少年见识出台意见 明确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从兴安盟森林消防支队获悉 4月30号上午 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 好森沟风景区发生森林火灾 接到获情通报后 兴安盟森林消防支队 共计140余人第一时间抵达火场 开展铺救 火场风力4到5级 气温6到8度 山高坡斗 植被茂密 铺打困难 铺救工作仍在继续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这两天重庆的徐女士觉得很愤怒 感觉自己遭遇了背叛 前段时间徐女士和女同事一起商量子 要不然组队去辞职创业 如今徐女士辞职已经一个多月了 女同事却仍然在努力的上班 这个五一 她竟然还主动要求加班了 说好的创业小团队呢 难道就我一个人是认真的 为啥你还抱着那个备胎不撒手呢 她的同事也说了 你看你当初说辞职 你怎么第二天说去就去了呢 而且这创业不得有钱吗 我不加班 哪来的钱呢 总之都是徐女士的错 这徐女士也觉得很委屈 不过咱们这么说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你想啊 要是创业已经开始了 对方才撤 这不更惨了 是不是学生跟年龄没有关系 68岁的杜松叶是河南洛阳人 退休前是国家干部 退休后就与戏剧结缘了 为了能够提升自己 2018年她到北京电影学院求学了 成为了北电建校以来年龄最大的学生 一年来呀 她租住到不在十平米大的这个小屋里边 坚持了学习 年轻人承受点辛苦 付出点拼搏呀 她也都不差 当群演没有让杜松叶挣到多少钱 甚至呢 第一年她还得自己搭钱 但是杜松叶的丈夫却是全力支持这妻子的梦想 都这把年纪了 有什么爱好 就做什么 你看 在追梦的路上 晖汗如雨 再累 也是微笑着前行 最关键 家里人还支持 多好啊 近日呢 浙江周山一班飞机飞抵 普陀山机场 刚停下 一位老人突然打开应急的舱门 向下飞机 随后呢 老人发现 呀 这应急舱门外面怎么没有梯子呢 又返回飞机了 据了解 这大爷是第一次坐飞机 闲下飞机排队的人太多 走得太慢 就想抄近道 从边门出去 于是呢 就自己动手开门了 警方依法对老人做出了行政拘留十天的出发 你看啊 人生总有很多第一次 有的时候多听多问 挺好的 关键 你看 到哪都不想排队 这个不太好 前两天呢 杭州民警接警收留了一位从绍兴来的九旬的老人 老人呢 来杭州看自己七十多岁的儿子 可是呢 在找儿子家的时候啊 迷路了 具体儿子住口和电话地址呢 全都记不得了 儿子的名字呢 他也没有办法用普通画面出来 几经周折 民警总算是联系了老人的儿子 七十岁的沈大白 原来这个老人得知儿子身体不好 就带着儿子爱吃的梅干菜呀 土鸡蛋呢从老家过来了 想给儿子补补 老人说呀 哎呀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就是有点想儿子了 年纪再大也是爸爸的宝 而且呀 七十多岁还有爸爸可叫 您看 这 多幸福啊 4月30号呢 是国际不打孩子日 可是偏偏就有这熊孩子 在这个节骨眼儿做出了新高度啊 陕西宝鸡的一个男童 竟然在玩耍的时候 将头塞进了边中里 结果被卡住 动弹不得 最后还是消防员叔叔出手 才把他从边中里解救出来 29号下午6点半左右 消防队员们赶到广场时 一个4岁左右的男孩 在奶奶和一位阿姨的陪伴下 坐在悬挂的排边中下 他的头部被卡在其中 最大的一个边中里 就像戴了个帽子 无法行动 队员们赶紧先用液压剪 将边中从架子上取下 然后让孩子平躺着 对边中进行破拆 由于孩子情绪激动 加之边中叫后 才知硬 救援难度不小 消防队员们一边安抚 一边固定保护孩子 小心摸索着寻找缝隙 进行破拆 经过20多分钟努力 孩子终于脱困了 据了解 困住男孩的边中 是广场观赏性的仿制品 在确认男孩头部没有受伤后 消防队员对孩子家属进行了安全教育 最近同样被卡住的 还有四川的一位小朋友 在四川内疆的一家商场里 这名小朋友的手被扶梯给卡住了 经过附近群众和赶来的 消防队员的及时救助 小朋友已经没大碍了 事发时 小孩趴在商场二楼到三楼的上行扶梯顶部 左手前手臂大部分已被卷入扶梯内 孩子疼痛的不停哭闹 一名女子正蹲在一旁不停的安抚孩子 商场工作人员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 对围观群众进行疏散 消防员到达后 为避免对小孩造成二次伤害 利用手动液压破拆工具 对扶梯卡手部位缓慢进行扩张 经过几分钟对卡手部位的扩张 消防员最终成功将小孩手臂从扶梯中取出 此时小孩手臂未发现明显外伤 医护人员立即将孩子送往医院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 孩子手臂被夹住的瞬间 多位热心市民冲到电梯旁边 对孩子进行保护 避免了二次伤害 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家长 带孩子乘坐电梯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看管好小孩 千万不要让孩子独自乘坐电梯 或者是在电梯上打闹 以免发生意外 遭遇意外谁都不想 可是有的时候 这意外却会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 我们就拿双压山的吴女士来说吧 今年快60岁了 4月初的时候 她到一家按摩店去做彩背按摩 没想到几天之后啊 感到越来越不对劲啊 这胸部越来越疼 以至于后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等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 自己这是肋骨骨折了 经医生鉴定 目前吴女士三根肋骨骨折 还有轻微的肺挫伤 于是吴女士马上与按摩店联系 按摩店的老板得知后 也很快赶到医院 按摩店老板垫付7000块钱 当时双方商定把病因说成是摔伤 经过多天的治疗 吴女士的伤情已经明显好转 但吴女士说 治疗后期的费用按摩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就不给拿了 并希望她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其实啊 在按摩院接受采费按摩的人不在少数 按摩前从业人员如果能够充分考虑到顾客的身体的承受能力 我想类似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了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更多省内新闻 一起走进百秒辽宁 2019年辽宁省青少年短道速滑锦标赛 日前在沈阳体育学院滑冰馆举行 来自全省各地体育校俱乐部的九支队伍 近百名选手参加比赛 五一小长假第一天 沈阳皇家海洋乐园沙滩水世界推出夜场电音灯光秀 绵软的沙滩清爽的海浪 配合上绚丽的灯光电音表演 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小长假期间 游客们每晚四点到九点 都可以在沈阳皇家海洋乐园感受电音节的美丽 今年锦州世博园开源时间为5月1号至10月31号 五一小长假期间 网红主播带您唱游世博园 水谷舞 大型吉特八舞 动漫人物 民间艺人 全民娱乐表演秀等综艺节目精彩分成 从5月1号中午12点开始 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计休余期正式开始 期间禁止所有作业类型的捕捞活动 上午大连市各港口的捕捞渔船 已经陆续回港停止作业 4月29号的下午 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 对旅客进行检查时 一名外籍旅客因为私自对签证进行图改 便民警当场查获 当天下午 一名外籍男子在过安检时 神色紧张 引起民警的注意 在细心翻验其护照后 民警发现护照上 南京口岸签发的临时入境许可日期 有图改迹象 随后民警通过相关仪器 做了进一步鉴定 很明显的就跟其他的就不一样 很明显是一个 后来的表上的去的一个痕迹 民警发现 临时入境许可日期 4月27号的7被图改成了9 随后该外籍男子被带到 边防检察机关办案区 经询问外籍男子交代 由于4月27号从上海飞往新加坡的机票太贵 他就买了29号从南京飞往新加坡较便宜的机票 但他的护照临时入境许可日期 4月27号到期 所以他修改了日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71条第一款和第78条 处以该外籍男子人民币2000元的罚款 目前该男子在缴纳罚款后 被边境机关遣送出境 所以说我们也建议这些外国旅客 进来的时候要在停留期间离开中国 如果实在因为要在中国多停留 那要去当地的出境管理部门 申请新的中国签证 自作聪明的下场往往就是自食其果 4月27号高速交警在新干高速公路 布控检查的时候发现 一辆轿车车主的驾驶证 有些不同寻常 看驾驶证上印的持有者年龄 那已经近百岁的高龄了 您是真的 身份证呢 什么可能没有身份证 中国公民都有身份证 你叫什么名字 柳健 柳健 什么让我记不记得 上车下来 下来 钥匙给我 钥匙拔下来 随机民警要求当事人出示相应证件时 驾驶员向民警出示了一本驾驶证 民警仔细检查对比发现 这就是一本假证 你有没有驾驶证呢 我是交了钱 交了钱 还没去考 没去考 你出示的这个叫柳健的驾驶证 怎么回事 它是我拿着他的驾驶证 去办了一些那个假证 也是做的这个做的假证吧 更令人啼笑不得的是 其伪造的驾驶证 竟然连出生年份都因错了 当事人竟然是1922年出生 这要是真的 岂不是年近百岁了吗 这本驾驶证是怎么来的 它是我一个朋友帮我办的 哦 你个朋友花了多少钱办的 三十 你这个驾驶证 你自己看了一下 没发现什么问题吗 我知道他办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假的吧 这上面一个年 搞成了1922年 你不觉得闹笑话吗 我没看 你看都没看 1922年你算一下现在多少岁啊 我是交了钱 交了钱没去考 考不上 公布一考了两次都没考上 1922年算一下快100岁了 你出现这种事情以后 以后打算怎么做 还不是有把驾驶证考出来吧 民警将肖卯带到大队 依法对驾驶员肖卯 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和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违法行为 分别做出了罚款1000元 罚款3000元 并执行拘留14日的行政处罚 很多人都喜欢养鹦鹉 可是您知道吗 不是所有鹦鹉都能当宠物养的 要是您养的鹦鹉属于宾威野生动物 那可是触犯法律的 最近呢 江苏南通海安市的公安治安大队呢 还网安大队 以及城南派出所多警种部门配合联动 破获了一起非法收购出售 珍规宾威野生动物案 顾卯是个鹦鹉迷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微信上认识了浙江的鹏卯 得知对方手上有两只珍稀鹦鹉就心动了 电竞结果为 一只是非洲混鹦鹉 一只是太阳追尾鹦鹉 这两种鹦鹉分别属于 宾威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弗鲁一和弗鲁二 顾卯明知买卖宾威野生动物是违法的 可还是花了六千多元买下这两只鹦鹉 不过没过多久 他就被人举报了 接到群众举报 称顾某涉嫌非法收购 宾威野生动物之物 通知顾某了解情况后 顾某自行前来我所 他自行前来就是投案自首相当于 目前顾某和彭某因非法收购 出售珍规宾威野生动物 被海安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宠物爱好者 在挑选或者购买宠物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的询问好 自己去提前了解好做好工作 如果说是购买国家保护动物 或者说是在 宾威野生动物之物中 国际贸易公约 这个在这个目录里面的动物 是个人肯定是不可以购买的 5月5号周日18点 2019富宏之下全省维化 惠民广场演出系列活动 将在迎口老街广场继续进行 2019富宏之下文化 惠民演出系列活动 将在全省每座城市 举办一到两场的演出 通过组织我省演艺名家 并且吸纳当地的优秀演艺人才 用歌舞 诗词 朗诵 戏曲 杂技魔术和小品等 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欧歌祖国和我省70年的发展变化 反映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 传播幸福 传递欢乐 每场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敬请关注辽宁广播电视台 卫星频道 都市频道 交通广播等栏目和公众号的报道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接下来我们温故知心 说古论今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有一种神鸟 它体态很像锦鸡 生性高洁 为白鸟之王 雄为凤 雌为黄 统称为凤凰 作为中国古代最吉祥的鸟类象征 凤凰是历代帝王 治世成功 王道将心的信号 更是吉祥的征兆 祥瑞的感应 据说凤凰在五行中赎火 按照春秋眼里图的说法 凤 火 金 说明凤凰代表着一种热烈 饱满 蓬勃向上的文化张力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让我们去解读这寓意满满的 中国古代吉祥密码 在中国古代关于凤凰的传说 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凤凰一直被当作神鸟 受到人们的崇拜 因此凤凰的文士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常见的 常与龙文并用 称为龙凤成祥 象征着吉祥与美好 那关于这凤凰是怎么来的 历史上典故很多 凤鸣祺山这个典故 说的是周朝即将兴盛之前 在他们国家的山上呢 有凤凰七夕名教 世人呢都说这是由于周文王的德政 引来了凤凰 这是王朝兴盛的吉兆 那有人要问了 这凤凰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存在的动物吗 当然不是 仔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 凤凰的形象是人们综合了其他 秦类和兽类的特点 想象和创造出来的 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 根据尔雅士鸟记载 说眼 凤 其词 黄 那么到了两晋时期呢 著名的文学家郭璞曾经为这段话作著 他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呢 鸡头 蛇镜 燕汉 龟背 鱼尾 五彩色 高六持续 这样的一种凤凰形象 其实今天我们是可以通过出土的文物来了解的 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看那时候的文物 凤凰的形象 它是有很长的卷尾和粗长的腿爪的 那到了秦汉时期呢 凤凰的形象与另外一种神兽 就是四灵兽之一的朱雀是很接近的 他们都有宽大的尾巴 到了唐宋以后啊 凤凰的造型逐渐走向了雍容和华贵 比如说惠似鹰 腿似鹤 飘逸的卷尾取代了宽大的尾巴 一改早期粗犷的风格 到了元明清时期 凤凰的形象逐渐的固定下来 这凤头呢是以雄机关 眼睛细长且微微的上翘 四寒醉意就是所谓的单凤眼 尾巴呢被化成了孔雀的尾鳞 或者是卷草形 还在翅膀两边的内侧 加上雄性鸳鸯的羽毛作为修饰 整体的造型更显端庄和高贵 在中国古代啊 凤凰的文饰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封建统治者会把凤凰比喻为皇后 强调其高贵庄严的地位 而民间呢 则把凤凰作为纯洁幸福和爱情的象征 人们用凤凰鱼飞 鸾凤和鸣 来祝福新婚夫妇 用丹凤朝阳 丹山采凤 凤川牡丹 白鸟朝凤 龙凤城祥 寓意美好 吉祥与光明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最近呢 江苏南通的沙阿姨身体出现了带状炮诊 她去医院去看病 医生说近几天接诊了40多例带状炮诊的病人 那这是一种什么病 这种病毒偏爱哪些人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带状炮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火丹腰传龙 当身体抵抗力降低时 比如压力大 劳累 感冒发热 抑郁等 这种病毒就会生长繁殖 随着年龄的增长 带状炮诊发病率会相对增高 因此在老年人中较为多见 也就是说她这种病毒 她潜伏在神经的根部 条件成熟的 她就爆发出来了 她刚开始 她的特点就是表现为疼痛 因为她损伤的是神经嘛 就是神经痛 然后她就慢慢出现 表面的红斑 求疼水泡 据了解 带状炮诊经过皮肤科治疗 两三周左右就可以好 但是疼痛是这种病毒 最可怕的后遗症 所以在急性治疗皮肤时 还要到疼痛科 进行正规的阵痛治疗 早期昨天的抗病毒 调节神经 营养神经 如果耽搁了早期的治疗 它很容易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后遗症的表现 就是表面症状都消失了 看不出皮肤都正常了 它就是里面疼 这种疼痛它是没有规律的 一旦出现了后遗症 领状症很难治 病症很长 而且给我们留下的这种痛苦 真的就是很难受 树叶有专攻 治病得找医生 抓贼就得靠警察了 最近在北京 一名犯罪嫌疑人刑窃之后逃跑 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 在急勤的时候 发现男子行迹可疑 就上前盘问 结果这名男子很快 就露出了马脚 民警发现 这名可疑的男子 戴着口罩帽子 在北京西站北广场徘徊 便将其拦下进行核查 随后民警在其随身携带的 一个黑色背包内 发现了三部手机 一台笔记本电脑 民警向该男子询问 这些物品的来源 但男子含糊其词 说不清楚 随后民警将其带到派出所 进行进一步询问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 余某装笔记本电脑的包内 有一个挪车牌 随后民警拨打了牌子上的电话 对方告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被盗了 面对确凿的事实 余某交代了自己盗窃的过程 当天凌晨 余某在某小区门口 发现一辆车停靠在路旁 他看到车内后座上 有一个电脑包 便将汽车车窗玻璃砸开 将电脑包盗走 随后民警调查发现 余某在2018年6月 就曾因盗窃罪 被判处7个月有期徒刑 今年1月份才刚刚出狱 结果他又再次作案被抓获 目前余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当地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4月25日凌晨 5点赣州大广高速公路 南往北方向 穗川服务区的入口处 一辆重型货车发生事故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这辆重型货车 撞上了高速服务区 入口扎到护栏后 货物散落占据了满车道 民警调取了这一路段的监控 发现货车进入服务区时 突然方向失控 车辆拦腰撞上了护栏 据了解 驾驶员秦茂当天拉了一车 机械压床 月25号零点 从广东河原出发 连续驾驶未曾休息 结果犯困打瞌睡 当车辆即将驶过服务区入口时 秦茂才惊醒过来 可猛打方向已经来不及 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相关规例 这一里连续驾车 不能超过4个小时 达到4个小时的 停车休息时间 不得少于20分钟 事故造成车上所装载的机床受损 而驾驶员并未买货损险 货物的损失将全部由驾驶员秦 请不吝点赞订阅